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狂追猛打 作为日后新建的公营房屋 和现有屋村翻身的参考和设计依据 中原集团的创办人施永生说 政府现在似乎不应该搞幸福设计指引 政府资源有限 这类形象工程可面侦面 政府应该要尽快兴建公屋 给多些轮候的市民上车 而不是做一些小修小保去面子工程 他还引用了英国的Carl Popper 这个哲学家 认为政府的工作应该首先放在 减轻人民的痛苦上面 而不是去为人民谋幸福 因为痛苦比较容易 但是幸福是怎样为之幸福呢 这也是左右派 Carl Popper的说法 其中用来引述 或者我觉得不需要很容易想 政府我觉得 譬如我们赋予得像香港那样 虽然就来不赋予 那你有见到一些人 去到社会最低层 那我们都真的要帮一下他 但是呢 就是帮一下他 我们不需要 当然你说身体有残疾的 那些另当别论 但是我们不需要 哇 就说什么人有屋 还没有那么伟大的 所以呢 有人可能会觉得 就这样 断章取义 哇 小永青和公屋居民 要不满足才奋斗 好像很凉薄那样 这个说话 但是在这一通编来说呢 今次呢 基本上我呢 都基本上一百个人认同 是小永青的 喂 你老母亲 你搞这些东西 是不是幸福指引 不要搞了 不要急 真的 决心点 建多些公屋 让人上车 是不是更加实际呢 好了 而且呢 等于当年 那时我踏得没有那么 呃 呃 其实都很斩钉 切断 当然 不止是六一七 那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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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三半岛 那时呢 洪三半岛 再之前呢 那个不是洪三半岛 什么呀 洪三半岛 什么呀 洪三半岛 那时呢 喂 社会那里 那发展商 真的没有去 那里拆了好过 由头起过就更好 那事实际上 但是现在呢 那游泰南岸呢 那些价钱也不够到处 什么呀 而已 因为始终是居屋 即是先接地要改 国籍的 很厉害 好了 有些左膠人說,難道我沒有機會去海境嗎? 海境一定是有錢可以住,山上一定有錢可以住 我跟你們左膠人說,沒有錯,窮人就是不能住靈樓 當然是天公地道,天公地道都夠 政府要做就是人人有屋住的,合理的屋 你當然不能說屌你了,不是劏房那樣,有廁所走出去,今時今日 有間屋給你住就夠了,至於你要領,要增值,就要自己奮鬥 但現在機會很難,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現在是很難的 但這個是跳過了另一個問題,我跟你們說,現在 我都不知道你們這些年輕人有甚麼機會 所以不要怪人家躺平,他不躺平,我都叫大家不要躺平 大家要做證明,但不躺平可以怎樣? 你跟我說 喂,你現在甚至乎已經發展到,當然不是怪政府 我那分鐘讀完我,不要講Master,PhD 都未必能夠學以致用到 不能夠學以致用到,其實老實講 我跟我兒子問你是不是要讀書? 我老婆說,你不要經常叫我兒子 為什麼不出去做事,出去做事更好? 我讀書是甚麼? 沒有意思的,你又不是那些專業人士 就算專業是否真的做到,你是不是真的想做呢? 於是乎,每個人不讀,那怎樣? 教育產業又說倒閉 於是每個人為了教育產業,為了每個人好看的 而最糟糕就是,不要說我們衝不破那樣東西 大學生要做某個程度的工 而是,其實是浪費了資源 你那幾年無論 我當你很有心機讀也好 但是你出來,原來你畢竟都是 拿兆巴人,我沒有對著拿兆巴不竟 那為什麼你不讀完中五中六去拿兆巴呢? 那幾年就浪費了 所以呢 那他又說,所以他這篇文章有些我都不認同 他說近日大學生未畢業就入申請公屋 他還將入住公屋視為人生的一重大成就 他實在太沒有志氣了 這些人只會索取政府福利,成為社會依賴者 你是審問期望我們將來可以做社會狀況 做救你,可以向上流嗎? 每個人都可以光顧你這樣的本事嗎? 不是!小永青 為什麼我說不同意他呢? 如果有個年輕人 他真的這樣想 其實,不要說小永青 其實我都覺得,哇,真是 第一,你要看他的客觀環境 第二,我從來我覺得這些,即使現在申請那些 排隊給那些年輕人 很多是棄言,很多是申請住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 老實說,像你所說 正正常常 他有在幾十年裏面 現在說,如果你沒有條件不改 他就說條件不改 你要五十幾歲,三十幾年後才拿到那個人工 你會有多少人上去呢? 中間已經有很多人下降,下馬 不是說他沒有一份工 是在這個申請途中下馬 一人工加到差不多 如果有人 在他二十歲,大學畢業 申請公屋 然後堅決,撩你老母 老闆一家人工給我 走,一定會扭到 你現金,不要給我報稅 一家,我走 我堅決,我有公屋 我看你都做了些事情 做這個什麼主管,撩你生理做 又一萬四元,又一萬二元 加到你一萬九元 No way 好啦,再做兩位 不是呀,你真的做事 是不是要這麼浪費呀? Barry 我看你,突然可能自己 有機會呀 你上一級 現在 因為你的數字開始大了 公司打算給你三萬五元 那三萬五元 公司真的走不了 我就跟你報的 嘩,如果不是一年成… 即是連著花紅成五十萬 那樣 不想好呀,老闆 你給我機會,我多謝你 你繼續給我一萬二元 我可以了 總之你給我錢 不要給我報稅 我要拿公屋 老實說,如果這樣堅持到 五十幾歲,便可以給他公屋 你怎麼想好 我經常說 喂,為什麼 其實那些大人 是 令到他們 對前途沒有信心 才會 不要申請定住 喂,如果我努力 可以向上流 各人人申請公屋嗎 不是呀 可以到前途 但是現在我覺得 這班人 阿正你還沒明白 他大部分其實都不是真的想著 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會申請定 因為他都覺得自己真的未必可以 大哥 你看到 你看到 那這個是你們政府 或者你們這些 對房屋政策 那麼多意見的人 應該要說 下一次就說他們 屌你老闆 你便是 為什麼以前你們不申請 經常說你們以前 以前你出來屌你老闆 大學畢業出來 基本上你做一年半左右 那時候屌你 十幾二十萬層樓 二十幾三萬層樓 屌你老闆 一成首期兩三萬 那時候賺幾千個月 原來大學生 那時候沒賺那麼多 是沒賺那麼多 兩三千 兩三千 一年他都賺到 即是一年 這樣 就已經可以給了一個首期 你現在試試 我賺兩萬 一年二十四萬 我怎麼給你首期 屌你老闆 都不想到那件事 那時候你當然不用申請公屋 還有 你很多 今天你坐這些位 除了你申鑰匙出生 你當入有誰 不是住公屋 你老闆 你老闆 就是申請公屋 是萬物不捨的 還有 他真的拿到才行 正如剛才所說 他拿到嗎 我告訴你 如果有人這樣堅持 我覺得真是值得 你老闆 三十五十九歲 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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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用一身 用一身 我真的 有多少 但都要申請 好似 我老婆也叫我兒子申請 當然申請 當然申請 申請了才沒有 放在這裏 到時 over了他便取消申請 或者到時 他找你 馬先生 你又申請了什麼 你入職多少 一看原來十八千七 那便收工 不用說話 為何不申請 這件事 我剛才所說的 我真的很想拘捕這件案 我又沒有找到什麼資料 聽著 香港上市公司 中國創新投資限公司 上市公司 就撤銷了兩個人的離境限制 於是他們回到香港 可以 之前就被困在台灣 困在台灣 兩個人就控告蘋果日報 和時任總編輯 羅偉光 他蘋果日報 可以是香港的蘋果日報 可以是台灣的蘋果日報 第一 總編輯羅偉光 他應該要講講香港的蘋果日報 較早時候 要求法庭班子 辦令禁止 發佈報道 和賠償損失 而較早時候 羅偉光 和原告 兩夫婦 達成磨解 現在 只是針對 餘下兩間蘋果日報公司的案件 昨天在高等法院開審 但是 因為 蘋果日報 沒有人應信 而 另一個 黃立強的人 也因為身處海外 原告 也不打算繼續控告黃立強 我只是想說 原告方說 希望法庭考慮 涉案誹謗 對於原告的聲譽造成幾大程度的損害 以及向心夫婦 所以說蘋果是否因此間接領隊 被人運送到台灣 我不知道 但是蘋果已經被人運送到台灣 但是蘋果已經被人運送到台灣 所以 搞了什麼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搞了什麼事 所以 如果 諾偉光跟你交通了 那蘋果代表蘋果有幾間公司 什麼 H Company 什麼FMX Media 什麼Nine Network 等等 黃立強在海外 也不打算 因為 都沒有議室可外 但是蘋果 我真的不知道 希望各位法律教育朋友告訴我 或者對這件案件熟悉 你告蘋果來搞什麼 還是因為你是上市公司 所以 打算用公司的錢 因為上市公司也有份告 不只是兩夫妻 我真的不想知道 好了 這一個 真是奇怪 如果香港人拘捕 這個沒事的 有個上海女模特 在ICAC的北角總部大樓 掛著廉政公署四個大四個招牌 Logo 裡面 下面就拍照 他不說 我不知道 原來廉政公署 這個ICAC 這個Logo 這個大招牌 因為影視劇裡面經常出現 香港正在有ICAC 尤其是 近年 香港不知為什麼 拍來拍去 拍四大探長 再拍四大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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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起始 我不是說不再起始 現在 好像我聽說 李山森 現在去馬來西亞又在拍 又在拍四大探長 又是 即是網劇 即是網劇 即是電影 即是電影 總之 總之 四大探長 拍林國雲 誰拍 好像找霍國做 誰拍 不知道 那些是甚麼 像歐陽炳強的人拍 那些短劇 那些網劇 好像電影 那麼厲害 有歐陽炳強 林國雲 喂 那找人Cast我 甚麼元州村殺小孩 那些我做過 即是秦沛的角色 我方溫那一年做過 那你想做甚麼角色 我做回元州村殺小孩 你自己拍都可以 你自己出錢 是喔是喔都可以的 是喔 好 喂 如果是這樣 都不是啦 三成桓 拍一套新的 是喔 你做二十八座 大王 百保馬山命案 雙屍奇行 是喔 外國鬼子 是嗎 奸殺他就奸殺他 是喔 是喔 好了 那因為呢 太多這些 這些甚麼 所以呢 其實呢 大家看看 你經常搞甚麼 搞甚麼有紅貓經濟 你猜 你猜 先不要我理這些 我不要理這些 是有錢沒有錢 你那些遊客 是寧願 去你那個 ICS的Logo 去麥當勞道 那家麥當勞門口 拍照 還是去看紅貓呢 怎麼會 稍為有三年級智慧都知道的 但這個女生 是誇張的 這個上海model 她 除了去到 ICS的樓下 拍照打卡 她還要穿 一套容裝 ICS沒有什麼服裝 還要做 ICS的位置 又不靜 原來鋪上來 我們看照片 這是女模特兒來的 這個就是北角的ICS 都很白淨 這麼長的腳 有沒有P 如果上海 都未必一定有P 廉政公署執行署授權證 我這樣看這一張 因為她有一個 舊主 都似無似樣 是 騙到客人 騙到客人 下一張 好了 你穿完 不是容裝 是行政服裝 她是去接客時 COSPLAY加五個 可以了 不是 如果用這一張 你做到這樣 香港 香港 物證公署 女兒兼職 你真是收五千多人來 是啊 你玩過沒有 喂 下一張 這個女模特兒 女車目 正正經驗 這些不行 不過其實說真的 我再看清楚 剛才這張照片 她有胸 當然 她其實也是太瘦 你滑滑 吃不吃呢 但你看到手和腳 瘦 不想到 那一屈就斷 這些不 什麼 尤其是我們 好像鱷魚那樣 用激素來 征服女人 經常覺得這些 頂不好 嗯 或是飄 不幼的 是啊 好 回來 好了 這件事證明 你蔡若年幾個卡 創務員 27歲 John信念 3年前 就是24歲 被警員截查 發現iPhone手機 和iPad裡面 有近400項 屬於兒童式情物品的相片和影片 其實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你用iPad 收這些東西 用iPhone收這些東西 會這麼容易 在截查的時候被人看到 有很多Apps可以收起來 是在裡面的 你明白嗎 好了 另外 警方調查時發現 這個創務員 曾經跟一個十歲的女兒 和拍拖 咦 跌跌新聞 十歲 這個是新聞 這個是新聞 不是鹹谷 是 你老母 你蔡若年還說什麼 向我什麼十二至十四歲 什麼灌輸性 十歲 拍拖 兩個人曾經後樓梯 隔夜 其間 他還拍下了跟女朋友隔夜的影片 倡務員 昨天在高等法院承認製作和管有兒童式情物品 非法性交等等 四條罪 法官將案件押後到11月11日 還有兩個月才判刑 其間會索取倡務員的心理和精神報告 還有女士主的創傷報告 其實女士主真的未必有創傷的拍拖 而已 現在當然好 被人試發 當然是哭 為什麼 其實 我心會這樣 女兒 你知道嗎 怎麼回到廁所了 以後不會了 我心會這樣 她是10歲 現在已經大了 現在是13歲 你們 哎呀 小女兒要給他們機會去 她就這樣說 她就回去上廁所 已經 噢噢噢噢 噢噢噢 因爲 她已經嘗試過玉尾 但會這樣嗎 會 她嘗試過 屌你了 我回來了,女兒,你先吃飯還是洗澡? 你先吃什麼?我洗澡很快啊,幾點吃啊? 7點半,行了,我洗澡,洗澡舒服一點,好,你先洗澡 進去,屌你,睡醒嗎?進去,我吐自己,我找我花灑 甚麼?花灑吐一下?我吐一下,我還沒動 縮了,為什麼?因為很像我這樣 你叫什麼?把花灑其中一個 不能插進去 他教過力度 你知道嗎?我花臭就講過 有一次,因為我很想大力的 有一個中間,我專門要買最大力的加力的東西 我花頭五百多元,我花頭五百多元 然後我用來衝頭衝身 就一定不能衝春袋 那一次我忘記了 痛了 痛了三天 當然痛了 因為他衝力太大了 反腐射筒 他不是會好東西的 女兒,你待會在裏面搞甚麼? 你來吧,行了 女兒,你為甚麼? 我最近有點便秘 媽媽明天煮一些火麻人喝 你慘了,叫你不要吃那麼多薯片 其實他就想 你還當我小女兒嗎? 你倆跟著我 茶會不會? 茶會不會? 你還要這樣做 那又是女兒就說 茶會不會 跟著我做 OnlyFans OnlyFans 你還要不要吃 買完出去的臉 他說自己 他自己是18歲 他做會員也有甚麼 我不知道是否要申請身分證 他說 你是不是Above18歲 我18歲 賣片賣相 十二、三歲 好多 好 安程說 警員在2021年8月4日 在河文田外民廣場 咦 我對過普林多六年的外民廣場 涉成被告 警員在被告的兩部電話 iPhone12和iPhone6 嘩 在2021年還說iPhone6 你這麼可笑 以及一部iPad內 發現屬於兒童色情物品的相片和影片 被告因此被捕 在警界下承認 他下載這些女童的相片和影片給自己看 這些女童是有暖紅癖的 實際上 你如果23、4歲的時候 或者在早之前 其實 你追求14、15歲 我都不覺得有甚麼奇怪 你十歲 我拖你有沒有 我拖著一條十歲的女兒 跟我去街 拖你有沒有 他叫我 爹地 我也覺得 你叫爺爺 叫阿公 這樣 好了 經進一步檢查 警方確認 裡面有135張相片和222套器 是屬於兒童色情刊物的 而這些物品之外 在手機裡面 發言有9段影片涉及一名女童 警方初時未能確定該女童的身份和年紀 但專家看過影片之後 認為這個女童的年紀是屬於青春期的早期 被告在警戒下就說 是呀 我半年前和這個女孩子拍過 我們曾經拖過東西 而被告呢 在女童跟他口交的時候 你想想 十歲 除了被人拖 避囊地 還會含吶 這樣 OK 他呢 屬於女兒母系 這條小妹跟她 含吶的時候還拍片 拍過她 她說 不知道女童的年紀 屬於女兒母系 你十歲 你不是十五歲 你十歲 你十歲 你幾歲 你似乎很小 小的畢業未 我特 我特 你真的有二十歲 你不要查身份證 你起碼保護自己 你還要六個月 我特 我二特 十歲好像身份證都沒有 兒童身份證都沒有 是 好了 還是有 小孩子已經有身份證 好 另外 警方在被告的手機發現十一套電影 十一套電影 涉及女童 案發時十歲 安成說 原來這個倉務員在2021年的6月 被告在關堂安泰邨大廈的後樓梯 除了十歲的X 阿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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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就按被告要求 他也拍了影片 我和你拿完了 你和我吃吃 就和他含鬧 跟著 被告一到還在影響 影響的時候 他在那裡含鬧 然後 被告 今次 他不用加刑了 因為我讀的新聞多 如果你不戴套就要加刑 被告 被告 拿了安全套出來 然後跟十歲的X性交 一度性交的時候 被告又拍了這些影片 好 而案中的相片和影片 是分別屬於兒童色情罕密的 第二級和第四級的 這樣說 好 有請賊的笑容給我